好 还要来看看两个名人的官司 首先来看到是台宿创办人王永庆的遗孀 高龄92岁的王月兰自从失智之后 引发了二房的长子王文阳 和王月兰的外甥孙女黄佩琪 打官司 互征监互权 台北地院请社工访谈了 21名王家的亲友就发现 那么尽管王文阳并非王月兰亲生 但是情童母子又长期相处 还有照顾的事实 因此将监护权判给了王文阳 这代表他可以继续掌握 王月兰230亿的财产 王文阳口中的大妈王月兰 自从失智后引发家族里的监护权之争 去年6月 王月兰的外孙生女黄佩琪 向法院提出由王瞻样基金会负责监护 到了8月 王文阳也递状做出同样申请 经过10个月审理 北院判决由王文阳担任王月兰的监护人 法院是认为王瞻样基金会 第一个他不具社会福利机构的资格 而且他也没有实际照顾的经验 而且他的成员 相关的成员 还有董事与王月兰女士之间 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感情联系 或者是特殊的信任感 法院先根据长庚医院的鉴定 确认王月兰气切手术后无法说话 也没办法主动点头摇头 已经无行为能力 需要监护人 在找社工人员访查王家 21名亲友 发现王月兰和王文阳感情较好 而且已经有王文阳请来的看护照顾多年 因此认定不宜变动 王月兰女士事实上 她个性非常的传统守旧 她有一种嫁夫就重夫 夫死就重子的这种观念 她也常常跟很多的亲友讲说 她的财产就是想要给王文阳先生 王月兰过世后 王月兰从夫妻剩余财产以及遗产 获得大约230亿元 目前由王文阳获得合法处分的权利 不过黄沛起将提出抗告 王月兴一双的监务权官司 仍然无法落幕 明日新闻刘宗领王启伦 台北报道